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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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王晋山是出了名的打仗不要命 因此落下个王峰字的名号 陈庚是怕他路上万一遇上日本鬼子老毛病一犯又跟日军拼起来 他就耽误了中央首长的大事 但军情紧急 延安电令不断催促 陈庚只好同意他启程 临出发时对王晋山说 指一个特别要求 尽快去延安 路上不要求战 如发生战斗 力求速战 速决 速凌 王晋山满口答应 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出发 一开始还算顺利 几股日军都擦肩而过 王晋山还算手信不与日军正面冲出 然而当部队来到了离日军前 即使挥索驻地临盆很近的红铜县 含队吞石 无意中从当地民营队长口中得知 日军依托附近的临屯公路 每天都在运输战略物资 且护卫的部队并不是很多 这下王晋山再也憋不住了 他当即拍桌子骂道 好啊 这狗日的 不给他们点厉害 看来是不行了 但团参谋长提醒说 出发前 陈司令员曾嘱咐我们 若途中遇敌 兵力求速战 速决 速礼 我们应尽快赶路 安全到达延安 没有在这里打仗的任务 王晋山一寻死斩钉截铁道 不管 打 捉几个鬼子 向党中央 毛主席献礼 他不顾陈庚不要求战的主妇 却把他力求速战 速决 速礼的主妇记得很老 其实王晋山在做决定之前 已经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有了个系统的了解 他觉得寒略村地形复杂 山路崎岖特别适合打伏计 且这里深处敌人后方 警戒比较松懈成功率相对较高 于是他将手下一000多人做了周密的布置 一切敲定 只待日后就范 上午九时许 公路上驶来了十多辆大小汽车 满载日军飞驰而来 王晋山看准时机一声令下 全团战士拼了命的 将手榴弹和炸药包往敌人身上招火 一时间震声雷雷 火光冲天 日军像眉头苍蝇般 在山傲间乱窜死伤惨重 王晋山手持大喜 率领全体官兵冲入敌阵 与日后展开肉搏战 仅仅三个小时 除三名鬼子钻进山洞逃脱外 一百二十多人全部就监 战后清点战场 王晋山才惊喜的发现 这次斩获有多么丰硕 一个少将六个大佐一百多中队长 几乎恨死的日寇 都是挂有军衔的军官 他不知道的是 设批军官正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 刚村宁次特邀的战地官模团 他们此次前来是参观刚村宁次 所谓的铁滚扫荡战法的 只是战法没参观成 中国将军倒是亲身给他们上了一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